接著請吳以丁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早安 隨著新冠肺炎的升溫 魏夫婦在2月10號以及19號已經發文 把居家隔離以及檢疫的民眾 列入通訊診療的適用範圍 讓醫生在家裡 在醫院 在診所 就可以與民眾透過電腦 透過手機 透過平板的視訊來診療 甚至開藥給這些居家隔離檢疫的民眾 但是通訊診療法試用期可以多久 放寬多久 還是事由疫情而定 本席認為應該利用這次的疫情 化危機為轉機 讓台灣優秀的醫療以及科技團隊發揮 建構台灣遠距智慧醫療體系 孕育新的台灣之光 其實遠距還有智慧醫療 已經是全球的趨勢了 根據調研機構 Statistic的統計 在2013年到2018年之間 全球接受遠距醫療的患者已經成長了20倍 另外根據Fortune Business Insight的推估 2018年全球遠距醫療市場規模大約是498億美元 隨著5G以及AI的進步 到2016年預估到2016年預估相成長到2668億美元 近年來 由於物聯網 AI 大數據 技術的興起 遠距數位醫療已經是應用指示會更深更廣 就如同科技部在2017年所推動的醫療影像專案計畫 便是其中之一 在醫療創新服務範圍涵蓋越來越廣的趨勢之下 預期人們將接受智慧醫療只會越來越大越廣 到底如何 會哪一些有服務創新會接著繼續推出 我們必須要制定符合的法規來促進它的發展 藉著醫療智慧的服務創新以及推進 協助提升醫療照顧品質 改善醫療不平等 甚至於在支援許可的情況之下 讓我們的智慧醫療服務更加的出口 最後 在完善的醫療資訊資料庫的基礎之下 本席呼籲政府應該讓遠距數位醫療成為 成為我們醫療的兼兵 為台灣帶來下一波的醫療與產業發展的新動能 讓政府 民眾以及業者能走出一條三營之路 孕育台灣之光 謝謝